創局也傳到日本去 我們其實台灣幾個樂團都特別曾經去演出過 本來從動機過來慢慢的催到其他城市 我們就想說這次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燈會如火如荼 明天也是主燈就會正式的點燈 我們從2月1號開始 在威武園區就有非常多的活動展開 也看到假的主燈 那是老虎在我們的北側廣場 然後我就想說那在這樣的一個期間 大家除了來走春來看燈 看這些漂亮的光影裝置之外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除了跟冬老師中合作 我們舉辦了很多戶外的活動之外 我們在聽樂裡面也不缺席 那第一檔是前天跟昨天的大玩樂家 就是我們家威武大佑的演出 然後我們接下來這個禮拜的中頭戲 除了在戶外的傳愛的演出之外 就是我們在這個廳院裡面的風靡 就是蘇伯特 我們在那邊沒有那麼瘋狂 還要用幾天 但是我們想要挑戰24小時 他會從2月19號下午的5點開始 一直趕到2月20號的下午5點24小時 那蘇伯特呢 他被稱為是藝術歌曲之王 那今年是因為當時他的225宗名的贊成 所以 除了我們 那在法國 日本也分別都會 蘇伯特 來做這個活動 那蘇伯特他 他一生只有活了31歲 但是他留下超過1000首的作品 那其中有600首是藝術歌曲的端端 那他的這個在情感的細密的這個掌握 還有越南精巧 純熟的作曲技法 那除了藝術歌曲之外 其實他在交響曲 鋼琴曲 室內樂等等 都有不同的這個展現 那我們常常聽到 比如說野美歸啊 尊餘啊 軍隊進行曲 樂星之時 不是那個樂團嗎 這些鋼琴曲 這個都是在對於學習音樂的朋友們 就是熟能詳的 那現在我想 在我接下去講話之前呢 我們就先請 對回室內樂團的六位音樂家 來為大家演出軍隊 在我接著 我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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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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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